苏巧慧他也是这个 我们新北市的立委 所以我想来参加地方的活动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还不需要多做联想 现在不是对手不对手 其实只要为新北服务 大家都是值得尊敬的人 林又昌苏巧慧表面上互相尊敬 但私底下是否暗自较劲 新北宫庙活动两人同场却没同框 尤其这一幕苏巧慧前脚刚走之时 林又昌就奉总统之命前来 我们赖主席赖总统之命 来赠与赠扁 然后来给予祝福 今天是特别代表赖总统跟赖主席 来给予祝贺 重要的话多说两遍 林又昌这言下之意 是否也代表会奉总统之命布局新北 尤其在罢粮议题上 林又昌更是炮火猛烈 频频出招 从罢明案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林又昌是毫无顾忌的 站在第一线 就是想透过罢明案翻身洗白 持续争取民进党2026 栏尾分析如果罢免案顺利通过 林又昌势必能累积更多政治能量 不止2026更有筹码 对绿营选情更是大加分 但倘若谢国良没能被罢免 那对林又昌来说 未来政治生涯恐怕是满地荆棘 不管哪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在地方乱搞的话 那我想民众是很难接受的 就在绿营茶壶风暴正要展开的同时 反观蓝营在新北这帐 是否也有余量情节 尤其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跟新北副市长刘和然 13号也要出席板桥接云寺活动 是同场较劲 还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蓝绿战将私底下 鸭子划水都很卖力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导 想说 你